发现老公婚后变了,刘宇柔甜喊,证明我嫁对人记者李依纯,台北报道刘宇柔日前上TVBS时尚玩家欢乐有购赞分享夫妻相处之道,他坦言个性较为强势,偶尔情绪道。 打高点,就算发现自己有错,也拉不下脸道歉,但老公黄玉仁永远会立刻低头,甚至会为他改变生活习惯,刘宇柔甜笑说,证明我嫁对人,不然嫁给任何人,应该都没人受得了。 不过,刘宇柔为老公也付出许多,自认识老公的行动秘书,老公还不用开口,下一件事情我已经帮他做完了。 刘宇柔自认识老公的行动秘书 TVBS提供,例如黄玉仁先前曾和刘宇柔提到训练计划,刘宇柔没过多久,便自动自发将场地和学生等细节都联络好,相当贴心。 而他们夫妻俩目前工作时间都偏长,平时物欲也不高,很少一起外出逛街,但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抽出时间出国旅行,借此增温感情。 已经加好友了,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谢谢。 相关新闻刘宇柔气管不好制造噪音惨来巴掌气管过敏太吵被妈呼巴掌刘宇柔天天灌药成药包BMW霸气南瓜大小休旅市长扯,刘宇柔助牙赛正路玩消炎隔天醒来,种得跟 棒球一样大,刘宇柔婆媳师和全英珠队友老公抬伤至产新宠,店面,庭院护正夯安委托了,拜师刘宇柔老公,操出六块撞击刘宇柔屁股长,拳头大肉球一移化开浓包爆喷。 感谢观看